我們今天要上這個物件分割跟物件識別模型概述 今天只有一個練習題啊 就是我們會做這個 我們會在物件分割任務上面做個練習題 那物件識別模型我們會分兩節課 今天會仔細講理論 然後會拍一點家庭作業給大家 那這個 下一節課我們會好好練習一下 怎麼做物件識別模型 我們先講一下什麼叫物件分割模型 什麼叫物件識別 我們在我們這一節課以前 我們做過那個壓縮及壓縮模型 對不對 那個我看大家反應都還不錯 我覺得蠻簡單的 這個 那今天其實跟這個壓縮及壓縮模型也沒有差很多 那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我們要對圖像做這個運算的話 我們分成幾種 我不知道這個大家之前有沒有這個都非常清楚 分成哪幾種呢 第一種叫classification 叫物件分類 給你一張圖 我要告訴你這是什麼 這一種 這一種模型啊 也沒有說不好用 就是 我這邊隨便舉個例子 舉來說 給你一張這個胸部X光 你去判斷它有沒有肺結核 或者是這個 有沒有這個 肺癌 這個都是非常標準的圖像分類模型可以做的 所以它不是說它不好用喔 它應用性其實還是蠻高的 可是它有什麼缺點 好我這邊問一下 大家覺得這一張圖跟這張圖有什麼不一樣 這張圖 我如果問AI說這是什麼 那就是一隻貓嘛對不對 這張圖 如果我問AI這是什麼 你覺得它應該回答什麼 蛤 來江山姐 你說這是貓 啊這不是狗嗎 那你回答這是狗 啊這邊不是有一隻鴨子嗎 所以這張圖是不是不好回答 那這張圖不好回答在哪裡 我問一下 就是 真實世界的圖片其實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這不會說什麼東西 就剛好一張圖就只有一個主體 跟背景 對不對 可以理解喔 欸不過我跟你們講 這是真實世界的圖 的確是這個樣子 我們眼睛看到的東西 通常不僅限於一個主體嘛 對不對 好可是啊 可是那個醫學影像 可能大部分是 真的只有一個主體的喔 主要說 這個胸部X光 就只有一個胸部X光 所以 這個classification model 沒有說也是有它非常 常用的地方啊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只是說 我們現在要知道一件事情啊 就是 一個圖 它不見得只有一個主體 所以如果我要好好的 用AI分析這張圖的話 classification model 它的局限性 這樣知道了吧 好 classification model 可以去定位 這個 CAT在哪裡 這件事情 有沒有學過 好像有對不對 那個 你要拉成一個框 這可能有點難啊 但是你要弄成一個Hitmap 就是 告訴我說它在看哪裡 這件事情 我們好像 第九課教過了 對不對 所以 所以這兩 不管是 classification 或是localization 這兩個模型啊 它最關鍵的就是 它應用的圖 就是要有一個主體 這樣可以接受 要有一個主體 好的 正常的圖形 是有multiple object 那 有兩種模型 分別去處理 欸 有兩種就是 我們要怎麼 針對這樣的圖像 去進行這個運算呢 有兩種主要的運算方法 第一種是 我把狗拉出框 貓拉出框 那這樣總共有兩個 紅框 一個藍框 一個綠框 對吧 可以接受吧 另外一種 是 我把 貓 分割出來 割出來 說 喔這一區是貓 就是我把它沿著像素割出來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這一區是狗 這一區是鴨子 好我們現在來 在我們開始之前啊 我們先做一個定義 右邊這種 叫segmentation segmentation 我們把它翻譯成分割 好 這樣可以吧 會圖像分割模型 好 左邊這個 object detection 物件識別模型 好這樣可以接受 我們先定義好了 好 我們現在來問一下大家 在我們花完下一頁之前 蔡仁漢 你覺得 這兩個哪一個比較難 你覺得右邊那個比較難 那你有沒有辦法想像 右邊那一個 就你現在了解到的神經網路 右邊那一個 他要怎麼去做 我們先開放給大家想一下 右邊那個要怎麼做 到我們目前學到的技術為止 你應該是有能力做囉 就是你不需要聽我的答案 你應該都想的出來怎麼做 你想的出來嗎 你可以先提供一些idea 你不見得要全部講完 data應該準備成什麼樣子 然後 然後 模型應該長成什麼樣子 想喔想不出來 沒有想法 張家綺你想的出來嗎 你覺得模型應該長成什麼樣子 no idea 大家都沒有idea嗎 大家都沒有idea這樣有點難過喔 因為這個其實蠻簡單的 阿來來來數學系的 你是我們最後的希望 來 關如 關如 你覺得應該長成什麼樣子 好 好啦不要害羞啦 好不好 好啦沒關係啦 大家都不想回答 沒有關係啦 好我先跟大家劇透一下 這兩個模型阿 其實右邊的比較簡單 如果我要做模型的話 signmentation比較簡單 object detection比較難一點 好我們今天就會教大家上 這兩個模型要怎麼做 好不好 那我們先看看signmentation要怎麼做 來 這個 如果今天 我們有一張這樣的圖 我們想要把它割成這個樣子 可以接受吧 OM其實 可以把 我們是不是可以把東西 把它分解 好 這一個 首先我要先割出人 人 那人是不是可以有一張黑白圖 那白色就是人的地方嘛 對不對 黑色就是 沒有人的地方 可以接受嗎 那大象咧 這個 黑色就是 沒有大象的地方 白色就是有大象的地方 如果 我們把 大象的這個 大象的這個圖 放給人的這個 神經網路去 它奧布圖應該是什麼 全黑 對不對 可以接受吧 所以 你現在看到有 12345 五種顏色 它是不是其實就是 五層圖 可以理解吧 五層圖嘛 它就是 我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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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吧 可以接受吧 好所以你現在看到它的標準 Input格式跟 Output格式 是不是蠻 蠻乾淨的 好我們現在再來看一下 我們現在用 用手畫的 我們來 這樣可能比較清楚 牛漿圖 長的這個樣子 好這個每一個都是一個像素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是Input 這個圖就是Input嘛 對不對 Output呢 OBJ1 還有一張 好覺得來說 這裡 這裡 這三個要被割出來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三個是1 剩下都是0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了 OBJ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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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OBJ2 好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 所以說 它的Input是不是就是一張 標準的圖 那Output呢 是不是也很像是一張圖 可以接受吧 欸 那我們上個禮拜學了什麼 我們上個禮拜是不是學了 壓縮解壓縮 Input也是圖Output 對吧 對吧 欸 那 你們覺得直接應用上去可不可以 欸可以啊 可以啊 對不對 因為我們在做神經網路的時候 我們對中間那一串 函數的描述是什麼 它有能力擬合任意函數 對吧 可以理解吧 所以那個結構你定好了之後啊 你 你 隨便你指定的Input跟Output 可以理解吧 你指定好了它就會去學嘛 對不對 它就會把它搞得很像 對不對 那這裡如果都是0跟1 對於每一個像素而言 對於每一個像素而言 是不是都是一個Sigmoid的函數可以解決 你類似我對每個像素做邏輯是回歸嗎 可以接受嗎 我對每個像素做邏輯是回歸 那你今天如果是5分類呢 那就對每個像素做Softmax就好了嗎 可以接受嗎 有聽懂我的意思喔 好 如果你聽懂這句話之後啊 你就知道Input是一張圖 Output是一張圖 中間的結構 那其實就是 卷機跟反卷機組合而成的 對不對 可以理解吧 我們再強調一次喔 我們進入 你現在進入AI的思考 你不要想了說 這個模型適合拿來做什麼 這個模型拿來做什麼 不要這樣想 你現在想的是Input你定義好 Output你定義好 中間的過程 我們之前學到的所有技術 你全部把它用到中間都可以 因為反而它就是有能力擬合任意模型嘛 對不對 任意函數 這樣可以理解嗎 所以我們只要定義好Input跟Output 這樣就可以囉 蔡良漢你這樣有聽懂嗎 這樣有聽懂 那蔡良漢那有問題 那Object Detection 你覺得Input就是一張圖吧 對不對 Output應該長什麼樣子 再回到這裡 再回到這裡 左邊這個 左邊這個啊 Object Detection這裡 現在應該完全能夠想像 Segmentation模型是要怎麼做了 對不對 等一下我們就會示範 我們等一下就會做一個練習 那Object Detection模型呢 要怎麼做 它的Output應該長得怎麼樣 那樣子 講不出來 來來來來 慢慢我們講出來齁 怎麼叫那幾個東西 去掉背景 怎麼叫去掉背景 所以也是差不多這樣子 就是Output 比方說 狗在這裡 就是狗的這個區域 是白色 然後剩下是黑色 這樣嗎 是嗎 所以就是你想要分割模型 做Object 做Object Detection 那這樣有個問題 如果你預測出來發現 因為預測絕對不會很完美 對不對 你發現這裡 這裡都是白的 然後這邊多了幾個點 那這樣你要怎麼拉光 他預測出來 有可能是這個樣子 對不對 因為你一個像素 一個像素做預測 對不對 他預測出來 如果是這樣你要怎麼拉光 他有點難 你發現問題了嗎 這個問題不好解決對不對 你總不能說 我只要有看到 就會全部拉 這樣感覺你就會拉太大對不對 可是拉小你又不知道怎麼拉小對不對 好 所以說 Object Detection模型真的比較難 我們等一下做完 Signmentation模型 我們再教大家 怎麼做Object Detection模型 好不好 你現在要知道一件事情 我帶大家思考這個過程 是希望大家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現在你已經掌握了神經網路的所有結構了 任何結構你都已經掌握了 我之後 我從這一課開始到學期結束 我再也不會教你們新的層 就是沒有新的Layer 沒有這種東西了 這樣可以理解喔 然後我可以跟你們講 呃 也不是說我不教阿 是世界上也沒有新的 這樣可以嗎 而且或者說 即使有新的也不重要 反正你現在學會的所有的Layer 就是所有的函數組合起來 一定可以形成任意模型 現在問題是說 我要怎麼去定義Input跟Output 讓這個Input跟Output 可以符合我的模型所需 這樣懂我意思嗎 根據什麼 以前我們是學Input 因為以前我們覺得Input很難嘛 對不對 它是圖 我們對它熟悉了很久對不對 然後Output以前都是一個機率 或者是一個線訊輸出對吧 你現在非常清楚 現在我們關注的就是 Output應該長得怎麼樣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以後你要做自己的任務的時候 你要思考的點是 我要怎麼設計Output 這樣懂我意思嗎 然後我們 從這節課開始 好好看別人示範的範例 我們來看看 人家是怎麼去思考 怎麼去設計的 好不好 好那我們現在來Segmentation 你想成這樣子就不難了嘛 對不對 那我們繼續 來在這裡請你下載一個檔案 壓縮完之後啊 我們把它讀進來 這個讀進來這個檔案啊 總共有 幾個資料夾給大家看一下 在第11課 這個 在這裡 好這邊總共有 總共有Test Training 跟Training Volunt Training Label 如果我們點開圖 它就長這個樣子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是什麼勒 白色的地方是 細胞 那黑色的地方是 細胞膜 所以我們就只是想要分割出細胞膜 跟細胞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然後 那正常的圖勒 這個Training的 Training的圖呢 欸就是一個 標準的這個 這樣的圖 這樣懂我意思吧 好那你看這個是細胞核喔 它細胞核就不會標喔 你不要以為只有顏色不一樣喔 你不要以為只有顏色不一樣喔 因為細胞核也是深色的對不對 可是細胞核我不要 這樣同我的意思吧 好 那我們現在 然後接著我們把 我們現在就想要做一個模型 用這當 用這個Training的 Data當Input Training的Label當Output 然後Training完Model之後用到Test 圖上面 然後看準不準 這樣可以吧 好那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要怎麼做啊 首先我們把它複製上來之後 好請你先試著把這個 把這個圖給讀進來看看 這一串List File 是得到 總共我有幾個Files 我這裡總共有 30個Files 這樣可以吧 好我30個Files全部都把它讀進來 讀進這個List裡面喔 好讀完之後我們把它Run一下 那我們秀出前10張圖 好這是原始圖對吧 這原始圖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Label 好這是Label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我們 這樣子 這樣不好對比對不對 我們把圖疊上去 這樣比較好對比 怎麼疊勒 欸我這裡還沒有教怎麼疊是不是 好我跟大家講 你只要把這個圖的 變得比較透明 然後把它疊到這上面去 這樣就可以了 好不好 我們等一下教大家怎麼疊好不好 我們現在先做一件事情 我們先來寫Iterator 這個Iterator的Input 就是 Iterator 那個Input就是 舉例來說第一張的原圖 那Output就是第一張的Label 對不對 呃我們把它寫在另外一個檔案好了 好來看一下 當這個 這個Data 它就等於這個 trainingX裡面的圖 然後 跟trainingY裡面的圖 那trainingX就是我們剛剛看到的 那個Data 那trainingY就是我們看到的Label 這樣可以吧 這個應該不會很難嘛 好不好 然後我們來 把Iterator弄出來 好那這裡 這裡我們就不示範啊 總之你要看到 這一張圖的Label 就長這樣 看得出來嗎 只有細胞質喔 沒有細胞核 對吧 然後 只有細胞膜啦 沒有 就是沒有質跟核 這樣可以吧 那這個也是一樣喔 你看它這些 細胞核 它都被它去掉了喔 對吧 好然後接著咧 接著我們來編寫Iterator 這個Arctitial我們來仔細看一下它怎麼寫 好不好 等一下你們可以複製貼上 可是你現在要仔細看 來 首先 這是一個 這個顯然可以用一個這個 就是 欸就是 卷機 就是 卷機加反卷機的一個結構嘛 對不對 然後卷機加反卷機的結構 在這個 在我們的研究裡面有什麼 就是 在我們這個研究裡面 有什麼問題 就是它太深了 沒有辦法用Recidual Net 對吧 所以說 我們 上個禮拜是不是有 就要用Bench Nomization 跟Adam 去協助他訓練 不然他對他來講太深了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來一個Data進來之後 先Bench Nomization 好這個標準起手式喔 以後你任何圖進來都先Bench Nomization 這樣可以吧 好 Convolution Bench Nomization Review Pulling 然後再Convolution Bench Nomization Review Pulling 好接著 到了第五層之後 現在是不是就反卷機 反卷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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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卷機最後回來一張圖 Linear Output 1x1 Filter 數目只有1 所以他就是最後只出現 Channel 數目只有一張圖嘛 對不對 然後把它進行 SIGMOID的轉換 它是不是就變Logistic Output 對吧 可以接受吧 這個Logistic Output 跟你的Label 它的形狀是不是完全一樣 然後一個是0跟1 一個是0到1之間的機率吧 全部一起做 Cross Entropy 然後把它平均起來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這個Architecture不會很難懂 可以理解它的邏輯吧 好那我們就執行 執行完了之後 來 喔我們居然用SGD 應該是 反正就是可以啦 SGD可以耶沒關係 來 SGD 好 開始訓練 好我先給大家 我先給大家 我看一下 喔這個訓練蠻快 那我們就直接看訓練結果好了 好不好 好他一直在降對不對 他的Cross Entropy已經降到0.2了對吧 好我們來看一下結果 我們把Test Set的Data讀進來 好然後看看模型預測的結果 好這裡是他在做預測 好這是原圖 這是預測出來的 好有看到嗎 細胞核是不是被去掉了 如果你把兩張圖疊在一起 把兩張圖疊在一起的話 你是不是就會看到他描出來的這個細胞 細胞膜 在哪裡 這樣可以接受吧 他有一些地方不見得會畫得非常完美啦 但是 總之你可以看到大致上是符合的 對吧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那你現在 你現在基本上就是要進行這個實驗 那你進行完了這個實驗之後啊 你首先 等下大家要做的事情就是 先進行這個實驗 做完這個實驗之後啊 你會發現這個 Input跟Output都已經被定義好了 所以不能改 沒關係 我今天要改的地方是Architecture 那怎麼改勒 本來 本來他長這樣對不對 先 Benchromation 然後再 這個Convolution BN Radius 巴拉巴拉巴拉繼續下去對不對 請你改成這個樣子 這個Unit 他的 形狀就長成這個樣子 好 首先一個圖進來 512x512x1 對吧 經過一個 藍線 藍線什麼勒 Convolution 三乘三的Filt 那個Colon Size 然後再加Radio Output的是64 所以該有的參數都有對吧 該有的參數都有 所以他5 572 過來是什麼 570x570 6x64 這樣可以接受吧 再經過一個藍色 568x568x64 然後到此為止 停住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然後接著勒 往下 是不是 這個顯然就是Pulling 紅色 MaxPulling 對吧可以接受齁 好一樣 然後再Convolution 再Convolution Pulling Convolution Pulling Convolution Pulling Convolu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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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抵Convolution 這是抵Convolution對吧 抵Convolution完了之後 他不是繼續做 他不是繼續做 我們剛剛就繼續對不對 他做了什麼事 他把這裡疊過來對不對 他把這裡疊過來 這是什麼 Dance Connection 對吧 可以接受吧 Dance Connection 好 再Convolution 再Convolution Convolution 然後 再Deconvolution Dance Connection Convolution Convolution 好 依此類推下去 最後 Input跟Output 形成了一個這樣子的網路 我們他要叫UNET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你的工作啊 就是 請你試著把UNET 的Architecture寫下來 然後重新RUN一遍 然後看看Performance怎麼樣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那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們只要抄他的概念就好了 舉例來說 你會說 這裡是 568×568×64 那我怎麼跟 392×392 把它疊在一起 不太好疊對不對 所以啊 這個 這個 然後他572變570 他是不是沒有padding 其實你是可以去 你是可以去讓他padding的 這樣懂我意思吧 我的意思是說 你可以自己去 你只要把他的精神留下就好了 他的精神其實就是 剛剛的 Convolution接Deconvolution那種 自編馬器的結構 我把他增加了 Dance Connection 去做而已 這樣可以理解吧 所以你只要做這件事就好了 你不用完全照抄 這樣懂我意思吧 只需要用他的精神 這樣就可以了 好那我們現在給大家練習一下 好我們來看一下這個答案的關鍵 大家應該有注意到啦 就是這個網路 這個網路比起之前的網路差別 就在這幾條線而已嘛 就是有做Dance Connection 對吧 你只要把這個 概念融入 你就可以叫他 UMAP UNET 不見得 就是以後大家知道 一件事情喔 以前在學 Logistic Regression的時候 你也沒有規定說 Logistic Regression 一定X能夠有四項嘛 對不對 五項就不叫 Logistic Regression 沒有這種事嘛 對不對 所以說一樣啊 就是 你只要把你的網路結構設計成 有他這個精神 他最重要的精神就是這個Dance Connection 欸你會說這個Dance Connection 來我們來問一下 這個當初我們上個禮拜 不是說不能用Dance Connection嗎 為什麼這次他又可以用啊 來這個 來這個 江振景來回答一下 上個禮拜我們不是有說 壓縮解壓縮模型 不能用Dance Connection嗎 也不能用Resigual Net 啊為什麼這裡可以用 因為呢Mail合併 昨天上個禮拜不能合併 上個禮拜好像也可以合併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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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麼不行 不知道 來來來來 黃建仁來 不知道 來 資工男 為什麼 為什麼今天我們現在可以用Dance Connection 然後上個禮拜不行 上個禮拜不行的原因是什麼 來陳冠儒講一下 上禮拜不行的原因是什麼 好來來來來我們現在來回顧一下 上禮拜 Input是不是剛好等於Output 所以上禮拜不行的原因是因為 你Input是等於Output 你在Output前最後一層把Input接過去 那他中間他用學嗎 不需要學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可以理解齁 那今天不一樣啊 今天我們 Input跟Output不一樣 所以你多給他Input的資訊也不會怎麼樣 他想用就用 不想用就算 可以理解吧 所以你要了解這件事喔 雖然看起來這東西好像 這樣跟壓縮解壓縮模型是一樣的 但這一個邏輯 是有差別的 這樣可以理解嗎 好那你說 先加個Dance Connection 加個Recision Connect 這種東西也值得發一篇 來值不值得啊 來陳冠儒 你覺得 值得為什麼值得 欸 這東西不是常識嗎 來這東西不是常識嗎 陳冠儒你這樣可以嗎 你說 欸以前人家設計什麼東西 沒有加Dance Connection 然後我現在把它加上去 這樣也值得發一篇 這樣嗎 陳冠儒有這麼簡單嗎 陳冠儒講不出話 來張開啟 你覺得 值得 大家隨求都好低喔 這個 那你乾脆說Lending Rate 從0.05 調成0.01 你也要發一篇好了 對不對 你不覺得有點像這種感覺嗎 好不過我跟大家講啊 確實是很值得 值得在哪裡 我跟大家講 值得在 欸 這是2015啊 這2015代表什麼意思 那個時候 Recision Connect都還沒出來 對不對 所以他 那個時候 就已經想到了 兩年後會變常識 但當時 那不是個常識啊 對不對 而且他在比賽的時候 比的是2012的比賽 這樣懂嗎 欸 這個其實不容易啊 好不好 他想到不容易 當然啊 你說他是不是錯過了 跟 Dance Connect Recision Connect 這個 這麼重要研究 欸這個 確實是有錯過了 好不好 這個 但是這個沒有辦法 但是他 當時啊 沒有那麼 他當時提出這個概念 我覺得還是蠻重要的 好不好 這樣可以吧 就是要有直通通道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他怎麼做直通通道啊 直通通道非常簡單嘛 就是 在 Deconvolution前 我先把Reduce 6 Reduce 6就是剛剛的結果嘛 對不對 跟 Reduce 4 Reduce 4是什麼咧 Pooling前的結果 對不對 把他兩個 合在一起 再丟給下面那個 繼續做 這樣可以吧 好 那同樣的 Connection 8 也是一樣 Reduce 7 這個output 跟Reduce 3 Reduce 4 再上層 然後把他合在一起 再繼續 合在一起 再繼續 所以這邊總共有四條線對不對 四條 直通通道 對吧 是不是跟前面一樣 四條直通通道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那如果你可以 我看今天大家都有做出來 大部分人都告訴我說 其實 就是看了 看了一個 大概後面就可以了解了 好 那我們來把他試完之後 好那我這邊 我就放了讓他跑了 我們現在不管了 好這個重點是 欸你如果看的話 你會發現這個 這個 呃這個 就是 我們這個Model 2 預測出來 結果大家會長這個樣子 呃我們應該 人幾乎看不出差別啦 看不出差別沒有關係 好這邊還有一個 這邊還有一個 就是新的網路啊 這個網路叫做 這個 Fordy Convolutional Network 這個網路啊 這個是 物體分割最有名的一個網路 那這個網路他在做什麼咧 他又多了一些想法 來我們先 我們先來看一下他的圖 這樣比較容易理解 來 我先問一下大家 這個 我們的Input 假設是512x512 我們Input是512x512 我們Input是512x512 那Output 按照剛剛的邏輯 都差不多就是512x512 對吧 可以接受嗎 那 可是問題是 每一個像素 每個像素 都預測的你到一間 是不是很容易會遇到這個事情 可以接受嗎 可以理解吧 這樣可以 可以接受 但你可以接受的話 你會想到這個事情 那我有沒有可能 你知道 主要說 因為其實大部分的物體 他都是 他要畫一個 你要畫一個人 你看看 他是連續的 對啊 可以接受到 他是一個連續的對不對 那所以我有沒有可能 我這個 就是 我規定這一塊 這一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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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要一起的 他要有 就一起有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那要有一起有 我只在周圍的地方 做一些小修正 這樣可以懂我的意思嗎 就是 如果我想要做Sigmentation 做得好的話 我的關鍵 並不是要做Pixel-wise的Position 這樣子 我應該是 大塊先決定好 大塊先決定好 剩下的 一點點負 這樣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可以理解 那他怎麼來解決這個問題呢 他的想法是 我的Connection 這樣 U-NAC 是不是 U-NAC 這個 這樣子 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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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他是不是每一條都有通道 對嗎 可以接受吧 那每一條都有通道 就有什麼問題 比如說 以剛剛的這個 細胞膜來講 他其實 最大的關鍵 就是 顏色不一樣 對吧 可是 最大的問題是什麼 細胞核 細胞核 它又這個 就是 它其實是明明就是黑了 但是我就要把它去掉 對嗎 可以接受吧 好那 那 所以說 如果我直接這樣子預測的話 會不會很快的 這個網路就發現 如果按照顏色 我就光用顏色 我就只損失細胞核的部分 對不對 那我只損失細胞核的部分 這樣子是不是 呃 他的Loss也可以很小 可以接受啊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那 這樣下面就完全沒有Trading到啦 下面就完全沒有Trading到 對吧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好所以他的想法是這個樣子 他的想法是說啊 欸 所以說這個直胸通道 其實不可以搞得那麼方便 這樣懂我意思嗎 他如果想要一塊一整塊一整塊 預測 他還是必須 把這裡擦掉 把這裡擦掉 這樣才有 這樣才有一整塊一整塊一起預測 這樣懂我意思嗎 因為在到這個時候 他的尺度還是很大 他一個 他在這個階段的一個值 可能代表了 八個比手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他就做了一個實驗 他說我怎麼樣 可以把下面的訊息往上傳 然後並且 我的通道要 就是我通道要 斷到 從哪裡開始我就不要給他通道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樣準確度比較高 好他的idea就這樣 來來來來 他到了最後一層之後 他現在 他覺得 他不是直接給直胸通道 因為直胸通道我剛剛那個問題 他會把 他會 他會沒辦法訓練 這樣懂我意思嗎 因為他朋友可能直接在這裡 覺得這裡不錯 直接用 下面都不訓練 對吧 所以他的做法是這樣子啊 他的做法是到了這裡後 然後 他想要往上疊 他想要往上疊 那他要怎麼疊勒 這個沒有辦法疊 所以他設計的東西叫 Upsampling Upsampling 就是 我本來 還記得Pooling是什麼 Pooling就是4 3 2 1 然後 是不是 Pooling是不是舉例來說 從 16格子 你會選出4的格子 對吧 那Upsampling就是 再拔回去 那你說回去他應該講什麼樣子勒 那你說回去他應該講什麼樣子勒 好 分享給他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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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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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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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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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就這個樣子 很簡單吧 這樣可以接受吧 Upsampling就這麼簡單 這樣可以理解齁 好 那你理解之後啊 我們就來看看 我們要怎麼樣 我們就來 好好重現一下他的網路結構 對不對 還有網路結構關鍵在這裡 來看著喔 就是 Radio4 出來之後 我們 同時接了兩個 一個是往下 一個是往上 所有的Pooling4 一個Up4 這樣可以接受 Up4的 這個 Up4的 這個 呃 這個他的 Number of 那個 就是他的那個 幾乘幾 是不是跟 呃 Radio3 是一樣的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可是接著呢 我要去接的時候啊 我要接的時候 你看我就把 Radio3 Up4跟Up5 把它接在一起 這樣懂我意思嗎 欸我 我在這裡 我在這裡做實驗的時候 我還是保留這個觸控控道 它是 三個一起接 這樣可以理解吧 三個一起接 可是實際上 你可以把這個去掉 好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好 那個 它的概念就是 它的關鍵就是 我現在希望 第一個 我不要一直接 我不要每一個都接 你看我最後 Connect 我就接到這裡為止 我下面就不接了 對不對 所以我上面 我就到這裡為止 後面就是 存預測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是他第一個 最重要提出的觀念 我們不要 動不動就把這個 就是 我們不要就是 不由分說的 就把所有東西都直接 砍開去過去 這樣可以理解吧 然後他做了一個實驗 告訴我們 做到哪裡為止 第二個最重要的觀念 他給了一個 Upsampling 這個選項 這樣懂我意思嗎 然後發現 Upsampling 還蠻好用的 可以理解齁 好 所以 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我們把它設計來網路之後 我們一樣可以訓練出一個 新模型 我就不訓練了好不好 那我們不訓練了之後 可是你們要訓練的話 非常簡單 你們就把阿克力球裡面換掉 就可以重新訓練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我們來看一下 三者的預測結果 來看一下喔 這個是 壓縮解壓縮模型 這一個是UNET 這個是FCN Body Convolutional Network 好你發現了什麼 這個好像比較差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們講 也不一定啦 好不好 根據你的任務不一樣的話 這個 根據你的任務不同 你的網路啊 也不見得哪一個 表現得比較好 我不覺得這個有比較好 這個其實還蠻差的 他把細胞盒 這邊有一些 不應該弄出來的都弄出來 對不對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 不過我跟大家講 就是 我跟大家介紹這些東西 並不是說 A大於B大於C 這三個沒有絕對 但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第一個 它跟傳統的壓縮夾縮模型 已經不一樣了 它可以利用Dense Cognition 甚至你用加的也可以 你要用ResNet用加的也可以 這樣可以吧 為什麼 因為它Input不等於Output 所以可以這樣搞 第二個 Upsampling很重要 還有 你不見得要 你不見得說 要加DenseNet 你要加通道 你就每一層都加通道 這樣懂的意思嗎 這些都是可以調整的參數 聽得懂的意思吧 好 所以我們現在 我跟大家講 我們現在學習 建構 深度神經網路 我們要做的是 有一個概念 有一個概念 懂我意思嗎 就是 你大概知道網路要朝哪個方向設計 然後你知道 改某些東西差別不會很大 因為這樣子的話 你就不需要浪費 無謂的時間 在那個實驗上面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叫你們做其中作業 是為了培養你們的經驗 就是你們可能會想到一些idea 然後去實現 發現 完全沒有改善 那你以後就知道啦 呃 你以後要嘗試的時候 這種idea就不要用了 好 那我們現在要上 我們現在來上今天最重要的部分 我們今天沒有練習題囉 剩下全部東西都理論課囉 你們要聽理論課 要聽一個小時喔 好不好 來 這個要好好聽喔 這個很難 我們剛剛已經知道了 Discmentation 應該要怎麼樣去做Label 對吧 可是現在為止我們還是不知道 這個 Object Detection 要怎麼把Label 把它定出來 對吧 可以接受嗎 那你到目前為止還想不出來吧 好 OK Object Detection 它難在哪裡 難在 這個框的數目是不定的 可以接受嗎 這個 這框阿 它不見得有幾個 第二個難在哪裡 這框的大小是不定的 就是 如果你說 好 原來說 框的數目不定 我們 但是我們這邊有16個格子 對吧 我們應該說這代表有框 不代表有框 不代表有框 那這樣我最多有16個框 對吧 然後其中我就看看哪邊有東西嘛 對不對 這樣我把其他設計 我就說 喔框在這裡 可是問題還有一個問題 它框的大小是不一定的 對不對 所以說 我們鐵定 我們要做預測 鐵定這個 Output裡面 要包含 框的位置資訊 也要包含它的大小資訊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可以接受喔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來做Label 好我們先講一下 就是 這個 這個 我們阿 要做 拉框這件事情 實際上 實際上 電腦應該要怎麼做 他應該是 有點像 你看看這個紅框一樣 他應該是這樣掃過去 掃到看到哪裡有車 他就把它 框起來 對吧可以接受了 那 框到 你有沒有注意到這個紅框的大小 跟那個黃框 不太跟那個黃框是一樣的 他說那邊有車 可是他最後出來是一個綠框 對阿 可以理解吧 好這 這樣的一個搜索過程 我們要怎麼把它apply到網路上 我們的邏輯是這樣子的 這一圖在這裡 這是圖 這是圓圖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是圓圖 我們應該要建立一個神經網路 建立一個神經網路 掃描這裡 去預測它是 VS 不是 可以理解吧 是或VS不是 就是它有沒有框到 有的話我還要去做 對不對 好那假設4的話 假設4的話 我是還可以丟給第二個神經網路 這是 這個 AI1 這是 AI 對不對 我問一下 如果我今天要決定一個四邊級 我需要哪些參數決定一個四邊級 第一個 長跟寬 對不對 長跟寬 長 寬 好 再加 這樣兩個參數了 對不對 那第三個 第三個我要預測它 我可以預測它 中心的X座標 跟Y 中心的Y座標 那我有中心的X座標 跟中心的Y座標 加上我知道這個框的長官 我是不是就知道這個框在哪裡 你不要一點認住好不好 你沒有辦法想這樣 四個點 四個點 總共一個點 需要兩個 兩個參數對吧 一個點 需要兩個參數 因為X座標 Y座標 什麼意思 一個點 一個 四個點啊 四個點可以連起來 但是它需要八個的位置 對不對 你不懂嗎 你不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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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旁邊的路人器給大家解釋一下 好不好 預測 你要直接預測四個點 不是不行 你會遇到什麼問題 如果這四個點出來 不是狂呢 然後這樣 這樣是不是會出不了一點問題 你到底是要拉什麼 好 其實更大的問題是 你在訓練的時候 你要怎麼指定 我這個預測的是左下角的點 這個預測是右上角的點 這才是 這還是另外一個麻煩的地方 你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今天要預測四個座標 那你要怎麼指定它說 喔 根據這個 這個模型 對不對 這四個座標固定就是 呃 比如說 第一個跟第二個 一套固定就一定是 左上角的問題 那如果你今天的狂 今天你的babel裡面 欸 左上角有兩個 怎麼辦 你要給誰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不好處理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說啊 我們 自己用四個坦數可以描述文化 所以這樣知道了嗎 根據 如果有一張固定 我要做 我覺得你可以學習 我其實應該設計一個 成績網路 設計 先去結一張固定出來 結一小塊固定 然後呢 丟給第一支AI 去判斷它 有沒有汽車 這樣聽得懂我意思嗎 有沒有汽車 那這是一個分類模型 這很簡單 今天 就算它結出來的固定 只有半台汽車 那支AI應該還是認得出來 對不對 因為我們現在發現 我們的AI很強 即使只有半台汽車 它應該也沒辦法確認 它是這個汽車 所以 這一個AIY 它是一個分類模型 對不對 那AI部呢 預測出四個參數 對吧 這四個參數 看起來都是 線氣預測 對吧 X座標的位置 Y座標的位置 然後 那個 那個就是 那個 長度 寬度 對嗎 可以接受吧 好 那我要預測 我們現在再來 那所以 這裡是一個回歸模型 對吧 四個 四個linear output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四個linear output 這一個是一個 logistic output 可以理解吧 好 你都完全理解之後 我們再問一個問題 在我們跳到下一頁之前 我們再定義好清楚 我已經知道我要預測的是 長寬X跟Y 請問一下這個X 是什麼 這個X是什麼 是 這個 因為你的input只有這個小框 對吧 你的input只有這個小框 所以它預測的X 不是大圖上面的 坐標 你預測大圖上面的坐標 這是不可能預測的成功成 對吧 因為你在 丟給這支網路之前 你已經把它切割成小圖啦 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你已經把它切割成小圖 再丟給他了對不對 所以你預測的是 在這個紅框上面 X的坐標在哪裡 Y的坐標在哪裡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它相對於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喔 如果你今天要預測這個東西 相對於這個大圖來講 它是相對坐標 不是絕對坐標 是這個大圖的相對坐標 對於這個小框的 這個坐標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它不是絕對坐標喔 一定要知道這一點喔 不然後面就跟不上 相對坐標 根據這個坐標系 根據紅框的坐標系 所定義的XY位置 是 藍色坐標系的相對坐標 我們現在換個講法好了 我覺得 我現在這樣講 真的是數學太多了 你可以把它想成阿 這個是你的視角 這個是你的視角 這個是 這個 我的視角 我一直在移動 我現在告訴你說 在我的右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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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你來講 不是一直在你的右邊 對吧 我因為我是在移動阿 我現在對我來講 我移動到這裡的時候 我在我的右邊 對你來講是右邊對不對 我現在變朝鮮的時候 我說我右邊 對人家不是我的主意就對了 可是因為 丟給 今天要預測的東西是我 要預測那支AI是我 而 你丟給我的 input 是 你切割成一小塊 我就看這裡 然後丟給我預測 我說在右邊 那是在右邊 是我的右邊 然後不是你的右邊 這樣知道嗎 所以你要把 這一個 AI預測的框 把它劃回原圖的時候 你要做一些坐標系的轉換 你只要知道這件事情就好啦 後面我們正在想想要怎麼做中標系的轉換 這樣可以理解嗎 這樣可以理解嗎 你要有沒有覺得好像 在覺得物理科相對論的感覺 好的 你現在了解這件事情之後阿 我們再來看下面這一個 下面這一個 欸 你說這樣子 無限少描下去 有沒有可能發生 臨近的框 臨近的框 同時預測說這裡有台車 有可能對不對 那我 所以說我的 你看我那個臉 假如說 同時 臨近的坐標 總共預測出了三個框 所以紅框總共有三個 那我要保留哪一個框咧 保留邏輯 是這樣子的 我 根據 AI1 預測出來的機率 做排序 排序最大的框 保證保留 先把他放上去 那排序第二大的框 看看跟第一大的框 重疊百分之幾 如果重疊太多 我們就把它去掉 這樣可以有懂我的意思嗎 然後我再看第三的 第三大的框 第四大的框 一直的一堆下去 所以 排序不夠前面的框 除非跟最大 排序最大的框 離的夠遠 不然他不會被呈現出來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那最後你看到的 這個預測結果 就會很像一張圖 一張圖 這裡有個東西 然後這裡有個東西 這裡有個東西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這樣可以理解嗎 可以吧 好 所以 但是我們現在用講的 都覺得很簡單 實際上 這裡面就牽涉到很多數 兩個數學 第一個 這個 作妖性的轉換 對啊 作妖性的轉換 你要知道這件事情 我語法還寫給你 可是你要知道我在做什麼 我在做作妖性的轉換 這樣轉換 後面會寫到 今天可能 今天就不會再接觸到程式嘛 因為我要給大家的時間 回去消化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第二個 學到數學的地方在哪裡 這個 我要去把這個 不夠大的框 把它去掉 然後去掉的關鍵是根據 重疊的面積對吧 重疊的面積 你只有 四個點 你要怎麼算出重疊的面積 我一樣會給語法 可是一樣你要回去消化一下 為什麼這樣寫可以 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好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第一個 把這樣的想法實現 你一定要先有 我剛剛講的這個概念喔 就是 他怎麼發展出來的 他這樣的想法 夠直覺吧 就是 我把我圓圖 切割成很多張小圖 然後我就 看這樣這張小圖 然後丟給第一支AI 看他是不是 然後第二支AI 看框要怎麼修正 對吧 可以接受吧 所以這個想法夠直覺喔 所以就會有兩支AI喔 這兩支AI分別是 捲機成績網路1 捲機成績網路2 第一個 做邊界框預測 第二個做 類別預測 這樣可以吧 好 那現在問題來了 那圓圖 圓圖這麼大 圓圖這麼大 假如圓圖是一個 512x512的圖片 那我要切割成 哪些小圖給他判斷 我可以亂切嗎 你就亂切好嗎 你現在有一個 你現在有一個圓圖 圓圖這樣子 長花花綠綠的 這邊有一個人 這邊有一個人 那我 我應該要怎麼去 我圓圖我要怎麼樣去做 我要 我如果按照 假如我按照這個 假如我把它做 16等份好了 那就這樣4x4 你覺得我這樣預測 會預測的好嗎 我拿這一小張 那就不是嘛 對不對 拿這一小張 是 但是你可以用半張臉 就預測出這個人的框嗎 沒有辦法對不對 所以你有沒有發現一件事情 這件事情 這個 我現在有 我現在已經知道 我需要那個東西了 可是我要做這件事情 還有點難對不對 因為我不知道 我圖要拉成什麼樣子 我的小圖要拉成什麼樣子 才可以給 後面的神經網路 可以接受嗎 可以接受嗎 有聽懂我的意思喔 好 所以說 第一件我們遇到的問題 是 割圖很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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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割圖怎麼割勒 來 他發想 他用這個方法割 就是用左邊 左邊張圖 丟給這個 這一個 這一個 這叫這個 就是 graphic based image segmentation 丟給右邊 他就會自動分割出 顏色相近的物件 這樣公圍 顏色相近的物件 左邊到右邊 你可以把它想成這樣子 因為這個方法 後來被淘汰了 所以我不會教你他的細節 所以請你把它想成 一個套件 就是阿圓裡面 有很多款數字 一張圖你丟給他 他就會自動幫你分割好色塊 那對於這張圖來講 他的色塊 是不是就會有 這裡有一個色塊 那這裡有一個色塊 那這裡也有一個色塊 類似這樣子 這樣的東西 他有好多色塊對不對 他就每一個色塊 每一個色塊 我就把它拉一個框 然後把它變成 image 1 這樣公共的意思嗎 每一個色塊 我都拉出一個框 每一個色塊 我就拉出一個框 所以對一張圖 一張圖 一張圖 你拉好框 就是 你實際 實物上 你就是在一張圖上面 說 喔這邊有三個東西 對吧 可以接受嗎 實物上就是一張圖 你可能說 喔這邊有一台車 兩台車 三台車 這樣公共的意思嗎 可是實際上 你的圖 色塊不會只有車子有色塊 人也有一個色塊 對吧 可以接受嗎 你的圖 可能會根據色塊 切割成 比方說一千張圖 這一千張圖 大小不一 因為是根據色塊的 邊界所決定 這樣公共的意思嗎 那這一千張圖 只有三張圖 是positive sample 可以進去 所以 這一次AI 就有一千個訓練樣本 三個是positive sample 997個是netflix sample 可以理解嗎 那這張圖呢 三個sample而已 這三個sample 就是那三個有車的sample 這樣可以嗎 那這三個有車的sample 他就好好去學說 他的 在這一張小圖上面 他的 寬 跟高 各是多少 這樣都會知道 欸那 這個 每一張圖的size 不一樣 對吧 每一張圖的size 不一樣 所以丟進來 這個網路之前 你都要固定 resize 結果是224乘20 或是256乘256 無論他的乘寬比有多少 有聽懂我的意思嗎 因為 我要先根據那個切色塊 對不對 切完色塊以後 丟到 來 這樣子訓練 你大概想像出來 怎麼訓練了吧 可以理解嗎 那預測什麼預測 來 預測就是 以後 我切一張圖 我就丟給那個 函數 他切出100個 100張紙圖 對不對 這100張紙圖 我每一張紙圖 都丟給這兩隻AI 都先丟給AI外 判斷他 這張紙圖上面有什麼車 如果有的話 我就丟給第二隻AI 請他判斷 這個車的 X座標 Y座標 中心X座標 中心X座標 跟他的場面 跟他的官 這樣懂我意思嗎 可以接受吧 大家有幫他想像這個過程嗎 大概可以喔 這邊 沒有幫他想像的 大家好好問一下同學好不好 這個過程重要喔 因為 你們要根據這樣的思路 一步一步 你才會到後面 那我現在直接跟你們講 後面的結果 看不懂 後面的結果超 後面的結果 你直接看的話 你根本就不可能看得懂 沒有機會看得懂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這第一步的思路懂了吧 那第一步思路 好 第一步思路 這一個方法 叫 RCNN 那RCNN是哪幾個字呢 CNN可以理解吧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R是什麼 Region-based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可以理解嗎 所以一張圖 一張圖 一張圖啊 讓他做 objectation 實際上我是做了 將近100個分類模型 加上 他如果預測是pusting的話 我還要讓他預測邊界 對不對 所以一張圖 我需要做 多少次運算 可能 沒有根據色塊決定嘛 對不對 色塊不達的話 可能要做500個運算 這個塊簡單 你的主做幾十個運算就可以了 對吧 可以理解齁 好 這就是Region-based Convolution Neural Network 他的缺點 非常明顯 慢對吧 第一個 他的缺點慢 第二個 他的缺點是什麼 這個 欸 你們 第二個缺點 你們想一下喔 他第二個缺點 是不是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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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size這個問題 就是 無論我的色塊 切根痕 什麼樣子 就是我的色塊 平常可能在這個地方 我的色塊 長成了這個樣子 比方一條蛇 但是這個 蛇這個色塊 我是不是還是得把它 resize成 224x24 然後再丟進那個網路 因為這個網路才有辦法用 對不對 所以他有這兩個問題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我們來看後面的人 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好 不過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我剛剛跳的有點快 我這邊有放人 人臉 對不對 應該知道有放人臉 就是重要的 好不好 我們來看這個人名字叫什麼 這個人名字喔 就是 呃在這裡 呃 這個 然後後面那個我不太會唸啊 這個 好這個 我跟你講這個人名字非常有趣喔 就是他有個中間名叫B 所以他就是他叫RBG 是不是有點像RGB的感覺 有顏色的那個色寶對不對 好這個人 所以他這個 這個人 這個人很重要喔 這個弱勢的人很重要好不好 好這個 Pepper 也被引用了幾千次了 幾千次你不要瞧不起他 好不好 現在不要眼裡只有resnet 幾千次也非常誇張啦 好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要怎麼去趕進他 欸來我先問一下 第一 你有沒有覺得 每一個指 都做一次運算 有點浪費指 第一 就是很浪費資源這個我們都知道 對不對 那你有沒有覺得 這樣子 全圖掃描這件事情 非常像Compersion Neural Network 在做的事情 這Compersion Neural Network 不是在幹這些事情嗎 對吧可以理解吧 那我們現在只是說 我們對哪一張指 我們都做了完整的Compersion Neural Network 就對我們的老太可以接受 所以 他的邏輯是這樣子的喔 我們本來 這張圖 我們本來這張圖 我們本來這張圖 我們切割這一小塊 然後 然後 然後這樣子是不是好幾層深的神經網路 然後我們做預測 然後我們做預測 那對於這一小塊 一樣 好幾層深 好幾層深 對吧 可以理解吧 但他的想法是這樣子喔 他的想法是 那 我前幾層不是都在抽一些垃圾嗎 抽一些邊界啊 躺如巡弱那一戶 前幾層是不是抽比較不重要的特徵 可以理解吧 所以他想說 那我可不可以整張圖 我整張圖先一起 抽成一個高階特徵 就一起把它抽上去 所以我的圓圖 我現在不管圓圖長成什麼樣子喔 我知道我們 當初的圓圖 是用 就是是用色塊決定的 對不對 我們現在不管啊 我現在圓圖長這樣 這是 512 乘512 然後我先經過一個 conflution neural network 這個conflution neural network 把它變成32 乘32 這樣懂嗎 那接著我再來 上面找 小圖 然後做預測 找小圖 做預測 找小圖 做預測 好這樣懂我的意思嗎 從下面進展到上面 這個是很容易理解的 因為前面幾層 運算 浪費資源 並且不使用 對吧 可是這樣遇到了一個問題 來這個 當初我們怎麼決定小圖的 我們根據 這裡的 色塊 決定的框 然後再resize 對吧 那在這裡咧 你可以這麼搞嗎 你其實也可以嘛 對不對 來我們對回去嘛 對不對 就是這一個 這一個小人 他相當於在這裡 是 可能是在這個範圍 可以理解吧 可能是在這個範圍 那我就把它 剪裁了 我就把它剪裁 那剪裁了以後 我再把它 這個 就是 我再把它 就是 拿出來然後繼續 進行運用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理解吧 好這樣有什麼問題 你看起來 看起來很直覺 啊這樣有什麼問題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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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這16能份 真的可以這樣搞搞 嗎 那你沒 你要預測一個人 用他左邊側臉 就可以把這個人框 把它畫出來 像我柯臉 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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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說剛五顆0 還真的有可能 但是在後面 還真的有可能 但是 你要知道一件事情 就是 這個 色塊的問題在哪裡 以前我們拉出這個框 這裡的像素 可能是 78 乘以21 這個你要resize 是很容易resize 對吧 可以理解嗎 可是你對應到 32乘32 這邊 down regulation 多少 非常多對不對 down regulation 16 所以這裡你相當的 要除以16 這裡是不是大概 乘一點多 然後這裡是不是 大概只剩下 3點多 可以理解吧 1點多 一個3點多 可以接受吧 1點多跟3點多 你要怎麼resize 回 某一個固定大小 是不是 沒辦法resize 是不是很難resize 回去 對不對 這是第一個困難的地方 就是你很難resize 回去 這樣懂我意思嗎 你一點 你一點多 你就只有一點多 甚至如果這邊是0點幾 你要怎麼resize 回去 直接拿那格數字 可以理解 這是第一個難點喔 第二個難點是 你在做推理的時候 你在做推理的時候 你想的很美好 什麼叫推理的時候 你想的很美好 就是我想我一張圖 我先切色塊 這個色塊就丟一個函數 就會切出來 對吧 可以理解嗎 然後我先經過第一層的網路 先經過第一層的網路 然後我預測出結果之後 我根據這個色塊割出的空間 再丟給第二個網路和第三個網路 對嗎 可以理解嗎 那我今天問你一個件事 那請問一下這裡怎麼training 這個網路怎麼training 這網路你有辦法training嗎 這網路的Label是什麼 你發現這網路沒有Label啊 我怎麼知道什麼樣的高階特徵 給下面那兩個網路比較好 聽得懂的意思嗎 我的Label 並沒有辦法 我沒有辦法給後面 我沒有辦法訓練這個網路耶 來你再看一下我這個圖喔 第一個網路 捲機網路上來對不對 捲機網路上來 他沒有辦法訓練耶 剛剛那一個網路 剛剛這兩個網路是可以訓練的喔 因為Inputs Outputs是有朋友 跟Outputs是他的框 跟Information 對吧 那今天 你把這兩個網路 把前面合併 把它變成 AI1 然後再丟給AI2 跟AI3 對於AI2跟AI3 它的Input是什麼 高階特徵圖 對吧 可以接受 高階特徵圖 那Outputs很確定 沒有問題對不對 那 AI3也一樣 這個Outputs也是很確定 就是剛剛那個東西 可是它的Inputs是高階特徵圖 對吧 這高階特徵圖你現在有辦法變出來嗎 在Training之前 你有辦法變出高階特徵圖這種東西嗎 你變不出來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這需要AI1 去做運算對不對 可以理解嗎 你需要AI1做運算喔 可是AI1你要怎麼抽高階特徵圖 欸不行啊 你沒有Label啊 因為你還是不知道 它的Output應該長得什麼樣子 對吧 你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你AI1是沒有辦法Training的 可以理解嗎 欸來 子宮藍 看得出來這個網路設計有問題嗎 看不出來 你覺得那 大家一起你可以嗎 我們講清楚一點 你這裡非常重要喔 因為你不然你不知道 他一步一步怎麼眼睛上去喔 來 前面那個模型 我們大家假設都非常理解 那個兩個模型 可以Training的前提是因為 因為Input很確定 Input就是 色塊切出來的塊 和這個 然後那個圖 resizeX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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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X 這一個新的策略來講 對於新的策略來講 他中間多了一個 我們必須要讓他存在 可是我們現在沒有的data 就是高階特徵圖 這個高階特徵圖 我們如果要training AI 我們現在先想一件事 假設我們有高階特徵圖的標準答案 假設我們有標準答案的話 假設我們有標準答案 就是你丟給我一張圖 我就有確定高階特徵圖的答案就是這個 假設我們有這東西的話 AI1可不可以training 可以對不對 因為你就input的是原圖 output的是高階特徵圖 這樣可以嗎 各位可以理解吧 那第二 那AI2跟AI3可不可以training 也可以 input的是高階特徵圖 頂多再做一些切割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output呢 output又是有跟沒有 對不對 或者是他邊界畫的資訊版 所以假設我們有高階特徵圖的話 他是有辦法training的 問題是我們沒有 那沒有要怎麼辦 那數學系 沒有我們要怎麼辦 這個網路我們就沒有高階特徵圖 那我們要怎麼辦 蛤給他一個什麼 那你怎麼平衡產生一個高階特徵圖 你就AI1你就訓練還沒訓練出來啊 你不能說我現在有AI1 所以我每一張圖都可以搞出一個高階特徵圖 那首先你要先有AI1 你自己切 你怎麼切都沒有用啊 你聽得懂嗎 你今天想要整合AI1跟 就是原來的那兩個AI 然後你把他前面弄出一個東西 那他中間是不是有個東西叫高階特徵圖 那你首先你現在就是沒有這個高階特徵圖 所以你沒有辦法產生他 你沒有辦法產生他對吧 可以接受嗎 你要怎麼產生 你沒辦法產生對吧 如果大家要知道 現在你們要聽到設計或是什麼 如果你發現你沒有辦法產生中間的東西 這個觀念非常重要 後面我們可以學到喔 如果你發現你沒有辦法產生中間的東西 那你就要把AI1對 但是你知道AI1的Input 對吧 那你也知道AI2跟AI3的Output 對吧 請你把他合在一起 你把他合在一起 那他自然瀏覽不就可以訓練了嗎 懂我的意思嗎 我再講一次喔 你今天 今天你們 你在回想一下 我們之前學的神經網合文 他跌了20層 你會很關心他第10層的Output 第10層的Output 不是也是高階特徵組 那為什麼我不care 因為他訓練一起訓練阿 他第10層的高階特徵組 真的非常有用 可是在訓練過程中他會慢慢修正 所以如果你有辦法把 AI1和AI2和AI3 要合併比較簡單 AI2和AI3要合併比較簡單 AI2和AI3要合併比較簡單 我們本來Output是 有沒有 和四個參數 那我就把Output 變五個參數 比較好 所以AI 這兩個AI要合併比較簡單 對嗎 可以接受吧 那 這一隻 因為這兩隻AI的Input 是長得完全一樣的 對不對 都是一個resize之後的圖 對吧 可以接受嗎 那問題是 我要怎麼把AI1跟AI2和3合在一起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兩個要怎麼合在一起 這兩個合在一起 你就遇到了一個非常大的問題 什麼問題呢 你兩個函數要整合在一起 然後這個函數是 不可以 這個函數是 不可以 改變的喔 我們現在已經學過神經網路了 對吧 我們非常清楚 那個Predition Function的Arpicture 只要一定 他就不能改了 所以我們不可能說 第一張圖 他的色塊切成這個樣子 我們在這裡 就用某一個 固定的 我們就用 對他來講 然後去做Training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對於 第二個 第二張圖來講 他切的不一樣 我的函數就做改變 不可能這樣啦 你這樣懂我意思嗎 函數的樣子 必須完全一樣 他才有辦法Training 聽得懂嗎 好 如果你聽懂的話 你就知道 那我要怎麼解決這個問題 因為我現在沒有辦法切色塊啦 我要怎麼解決問題 他的想法很簡單 就是 那我不知道 色塊在哪裡 對不對 那我就全用 什麼叫全用 你可以把它想成這個樣子 你在覺得 你 Database沒有1000張圖 對於 第一張圖來講 他有一百個色塊 對於第二張圖來講 他有兩百個色塊 都長不一樣的地方喔 對於第三張圖來講 他有 兩百五十個色塊 那我一次 就把 切割成 一萬個色塊 這一段的色塊是根據我Database的電子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那這樣這一萬個色塊 一個圖 上來之後 是不是 那一萬個 那一萬個形狀是不是就被確定 可以接受嗎 那這一萬個形狀我要怎麼往上呢 很簡單 因為這個形狀 不管他是幾層幾好了 我都可以做Pooling 對不對 我可以做AveragePooling 或做MatchPooling 都可以對吧 那我 做了Pooling以後 他是不是就變成 舉例來說 512個數字 那後面就是做 多層感知機就可以 去預測那五個參數了 對吧 可以接受嗎 所以你發現 從 你如果現在想要把 Region-based RCNN 把它改進到下一個版本 你需要什麼東西 你需要第一個 預先Define 預先去定義 你的 Region of Interesting RI 這樣懂得懂嗎 Region of Interesting 有興趣的 有興趣的 位置 這樣可以聊 有興趣的區域 預先定義好喔 定義多一點沒關係 反正就是副樣本多一點而已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預先定義好多一點沒關係 那這個 Region of Interesting 你要怎麼往後 丟給AI2跟3 做Pooling 因為這樣子 大小差一致 對不對 你不要跟我講說神經網路 你在神經網路裡面 你從來沒有設計 你從來沒有看過說 不同大小的圖 然後把它resize 你就 把它resize 負併32x32 沒有這種 沒有這種Layer 對吧 你唯一手上有的Layer 就是Pooling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你就把它Pooling就好了 反正就把你 包含的數字全部Pooling起來 這樣可以理解嗎 可以接受嗎 那這個Pooling 要怎麼Pooling呢 你現在想喔 如果今天活了一張高低特殘土 好 然後它的 Region of Interesting 是長這樣 然後它的Region of Interesting 長這樣 那 是不是有六個框 它就把這六個框 它只要拉到了 我就 我就把它以Kooling來 這樣都有一個 然後去做一個最佳預測 去做一個就是 比如說Max Pooling 那就是 這六個數字選擇最大的 Average Pooling 就是把它全部平均起來 就這樣 這樣懂我意思嗎 可以接受吧 這個東西叫ROI Pooling Region of Interesting Pooling 好 有了Region of Interesting Pooling 我就把AI1 和AI2 AI3把它整合成一個大網路了 那Input有了 Input就是圓圖嘛 對不對 Output是不是也有了 只是這個 AI設計的有點複雜 中間有好多 我們要自己指定的 Region of Interesting 這樣可以接受嗎 所以 到了這個 網路 你已經理解它的發展過程了嗎 RCNN到這個網路 這個網路啊 我們叫它FastRCNN 叫FastRCNN 它的Pooling方法 有點像這個樣子 它的Pooling 所以你也不見得會Pooling成 1X1 它也有可能Pooling成2X2 但它Pooling方法 你就看 它如果 Region of Interesting 是那個黑框 它的Pooling方法 大概就會長這樣 這樣可以接受嗎 反正都可以設計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所以 你已經理解這個邏輯了嗎 從第一代的RCNN 到 Rigid Fast RCNN 它的演進過程 可以理解吧 而怎麼training 大概想像得出來吧 我們先 不要求寫程式寫出來 好不好 但是我這樣講的 應該夠清楚吧 你應該感覺 你應該知道 大概知道怎麼去training吧 對不對 而且你會發現一件事情 如果你不這麼改 你會 沒有辦法training 要嘛你就沒辦法training 要嘛你就沒辦法 predict 對不對 這樣可以理解吧 你感覺到 這個困難在哪裡了吧 好啊 好 那 來 對於這邊有一些比較重要的不一樣喔 對於RCNN來講 每一張圖片的候選框都不一樣 可以理解吧 因為是根據剛剛那個色塊決定的候選框嘛 對不對 但是對於Fast RCNN來講 每一張圖的候選框都一樣 那Fast RCNN比起RCNN 他的代價就是 每一張圖 需要運算可能 一萬個候選框 這樣都會運算嗎 每一張圖他要運算一萬個候選框 那這個 欸就是 欸就是 RCNN的話 他每一張圖運算的候選框比較少 那你覺得Fast RCNN比較快 還是RCNN比較快 運算起來比較快 推理起來比較快 你覺得哪一個比較快 這個 我來講一下 RCNNN比較快 那你覺得那個Fast是 你是 那個Fast是寫好完的 好 框變多了 可是運算變少了 為什麼 因為大部分的運算其實是在其中在前面 那他前面只運算了一次 對不對 他運算多很多次的是 是後面 後面運算比較快 前面運算比較慢 為什麼 因為CAMLUSH你在掃的時候 你每移動格都要做一次運算 啊這裡要移動非常多格 可以接受嗎 所以他還是變快囉 框變多了 但是變快 為什麼 因為框集中在 後面的高階特徵度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他為他這樣的改變 所付出的代價就是 以前他可以一利用色塊 精準的選出後選框在哪裡 現在他沒有辦法精準的選啊 整亂槍打鳥 這樣聽到懂意思嗎 但是 但是 經過實驗之後 發現 performance 還居然提高了 好 那我們至於為什麼提高 我們後面再講好不好 那你只要知道 這個 從RCNN變FastRCNN 他的眼鏡思路是這個樣子喔 可以接受嗎 好那我們再來看下一個版本 下一個版本 就是 來 來你看喔 RCNN FastRCNN FasterRCNN 把他放在那裡說 這個有點 是不是有點像 Rushing1 Rushing2 Rushing3 好像你們注意到一件什麼事情啊 來FastRCNN 誰發明的 又是Ross對吧 可是FastRCNN呢 欸 多了何凱明 對吧 何凱明加入啦 不過我個人認為 真跟何凱明其實有什麼關係啊 對不對 欸 他一定有貢獻啊 但他絕對不是什麼主要貢獻啊 那為什麼 為什麼多了何凱明 為什麼他突然 增加了何凱明這個Partner呢 因為何凱明從Microsoft跳槽到Facebook啦 這個Ross一直在Facebook啦 好那我們來看一下FastRCNN 比起這個 比起這個 FastRCNN差別在哪裡好不好 好我們現在 我們先不要看圖啦 因為你看圖你根本 感覺不出這個就是 你現在看圖你看得出來這個 你 FastRCNN 你大概感覺出來這個圖 有把它精髓畫出來對不對 來 FastRCNN是什麼 原圖先進行 region proposal region proposal 就是 我先提出一些候選框 所以這個候選框 大約是 2000個候選框對吧 然後這2000個候選框 每一個候選框 resize 然後丟給CNN 然後去預測他的 是不是或者他的邊界框 邊的information 對吧 可以接受吧 這是RCN 那FastRCNN 那FastRCNN 整張圖先一起經過一個CNN 變成高階特徵圖 然後再對這個高階特徵圖 進行 這一個 候選框的預測 欸不是 候選框的這個 就是region of interesting 的pooling 然後再進行很多個預測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這個跟這個 這兩個精髓有畫出來 看得出來吧 看得出精髓有畫出來 對不對 好 那請問一下 FastRCNN 是不是很棒 他還有什麼問題 他憑什麼還可以再變得更快 他憑什麼可以變得更快 好來來來來來 再想一下 他還是不是在模擬 他已經把下面的幾層 最浪費時間的那個部分共用了 對不對 他還可以做什麼 來來來 這個 看看 想一下 他還會有一個 看得出來 不知道他說什麼 不知道他說什麼 你要想一下 那何凱銘可以提供 如果你覺得是何凱銘的貢獻 那你覺得何凱銘要提出什麼想法 才會變快 來想得出來嗎 來 或者你給我們一個方向 他還有哪裡可以再增加速度 來 來 幫他加入 看一下 不知道 好 挑這個特徵 每一個圖都有什麼 每一個圖都有什麼 色塊 喔色塊 每一個圖都有色塊 所以人 那個色塊是啟發事說 一開始就確定了 然後所以人 好 來 我們直接跟你講 來 我們現在回頭想一下RCNN RCNN他非常浪費時間對不對 可是他一張股 是不是只要做幾百次 就可以做完了對不對 然後 然後 RCNN變成BEST RCNN的時候 為了要讓他trainable 讓他可以training 付出的代價是 預測框數 從本來要做的運算 是幾百次 變成了上萬次 對嗎可以接受吧 但是這個是必須付出的代價對吧 那如果你還可以做什麼改進 你現在如果還有什麼想法要改進的話 因為他抽取特徵已經共用了嘛 對不對 但你框不可能共用啊 你永遠都不可能 你那一萬絕對不可能再收縮了 對不對 因為他是不同位置啊 他不可能一起運算嘛 對不對 所以你現在還有什麼東西可以改進 好 剩一個地方 你說 這邊每一張股毛一萬個框 預測一萬個位置對不對 我可不可以把這一萬變少 這個問題就回到我們之前那個啊 他不trainingable 對不對 所以我要怎麼解決 所以他設計了一個兩階段的模型 注意喔 這個RCNN 他是一階段模型還兩階段模型 來講一下 他實際上模型是一階段 只是要算很多次 然後他還有兩階段的step 他要先做啟發式搜索 對吧 就是先做色塊的確定 然後但是那個運算速度應該還蠻快的 然後產生很多張股 每張股resize之後 然後丟給網路 這個網路就是one stage預測對吧 可以接受嗎 one stage預測 那 因為前面那邊過程有點誤導 所以我們 先把他講 1.5 1.5 1.5 5的好不好 可以接受嗎 反正就是one stage預測 FestRCNN呢 也是one stage對吧 一個網路丟進來之後 一個網路丟進來之後 這個只做一次嘛 對不對 然後這是one in one的網路啊 one in one的網路啊 對不對 只是說預測出來會有1萬多個 預測框 只是大部分都是零啊 大部分喔 喔不是不是不是 這跟我沒關係 這跟我沒關係 這樣多麼的意思吧 然後 只有少數的會說 喔這個 這邊好像有框 這邊好像有框 然後再做預測 這樣大概多麼的意思吧 RCLN跟FestRCN都是one stage的model FestRCN他做了一個事情 他做了一個two stage的model two stage的model 關鍵是 他在這裡本來有1萬個候選框的 本來有1萬個候選框喔 他現在希望把這1萬 先經過一個神經網路 很快速的 很快速的去區分 哪些地方可能是有意義的 這樣多麼的意思嗎 哪些地方可能是有意義的 哪些地方可能是沒有意義的 這樣多麼的意思吧 然後再做 後面的運算 那他把中間這個過程 這邊總共有1萬個框對不對 這邊總共有1萬個框對吧 他希望把這1萬個框 縮少成100 然後這一個這邊 他把這一個AI 這邊你要訓練這支AI嘛對不對 他把這支AI 叫做 Region Proposal Network 這樣 Proposal 這樣可以吧 Region Proposal Network 什麼意思呢 他提出有興趣的區域的網路 這個網路可不可以預測 這個網路可不可以訓練 來來來來 請問我們覺得這個網路可不可以訓練 Region Proposal Network可不可以訓練 可以訓練 原圖 原圖對吧 奧普的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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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我們現在講一次 Region Proposal Network要做什麼 好不好 Region Proposal Network是 剛剛我預先第一的框 有1萬個對不對 剛剛我預先第一的框有1萬個喔 那 我現在想要把這1萬變100 都變成一個比較小的數字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接著再去做 接著再去做後面的那個網路 這樣可以吧 那所以 Region Proposal Network 你覺得他可不可以訓練 那如果可以的話 他的Input顯然是原圖對吧 他的Output 他可以訓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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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我們現在我覺得你們可能 也許你們是有跟上的 但是這邊太難了 你第一個直覺的反應 欸本來是1萬 對不對 那我要把它變100 那我就做1萬個分類不就好了嗎 那我就做1萬個分類不就好了嗎 我說1萬個分類不就好了嗎 如果你這樣想的話 你中計啊 為什麼 欸靠 那你不就是 你不就是全部算完了嗎 那你全部算完了 你再說 哦 只有這100框要 再算一次那不是磁障嗎 所以鐵定不是這麼幹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Region Proposal Network 他如果真的是 他如果是真的是這樣想的話 那這個 這個 他不可能變快 就是 不過他變快不可能變快那麼多吧 所以說啊 他把這邊打掉了 他等於是打掉重練 他的idea就是這個樣子 今天啊 欸你一定要把那個 我現在講的這東西 你一定要把這個 順序承接起來 因為你要知道 你等一下看到後面那個model的時候 你不知道他怎麼產生的 所以你一定要前面這些過程都要了解 這樣你才可以知道最後那個model在做什麼 好不好 好 今天 他只是要 他中間這個 他想要把 原來的Best RSEAN 變成2-stage模型 變成 先做Region Proposal Network 對吧 先提出可能的預測區域 這東西需不需要很準 不需要很準對不對 所以說既然不需要很準 我只要提出了大概 大概有哪些地方有 對吧 既然這東西不需要很準 那我是不是可以預測的比較隨便一點 所以我可不可以用半張人點 就預測出 那邊可能有框 可以嗎 可以接受嗎 可以理解我現在的想法嗎 我本來 為什麼到最後 我說我沒有辦法用半張人點 就把人框出來 是因為 那個已經是output了 那個要很準 可以接受吧 那如果我今天要訓練的是 Region Proposal Network 他是不是可以不是很準的關係 因為反正他不是很準 最後我還要丟給一個神經網路 去確定他有沒有 他是不是加上他的正確框的位置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所以他的想法是這樣子喔 今天我有一張圓圖 我有一張圓圖 假設我很隨便的 很隨便的把它切割成16等份 這就是很隨便的切啦 對不對 很隨便的切成16等份之後 我 人長這個樣子 好 所以123456 這六個地方 是不是 這六個格子 是不是都有看到神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好 那 我很隨便的切 所以這個其實只有看到我神的側臉 對不對 我希望啊 他根據這個側臉 就可以預測出 這邊有個框 一定是預測不準 對不對 但是可不可以預測 可以 尤其是 就算那個框框的不是很完美 但是有沒有人 這件事情應該是蠻容易 可以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所以他做什麼勒 他 那 他就把這張圖 很粗略的區分成 譬如說 假設本台是256 他就很粗略的把它分割成 譬如說 原來的框框 我知道是在哪裡 對不對 只要這個格子 有 插到邊就好 插到邊就好 只要有插到邊 我就 請他 預測正框 就是 positive sample 只要插到邊 就是positive sample 那對於這個格子來講 他的座標是什麼 來 我們現在要想一件事 對於這個格子來講 他的x座標是什麼 相對座標是什麼 你一定要知道這件事喔 後面你才跟得下去 對於這個格子來講 他的x的相對座標 假設我們圓圖這樣子 小格子 然後他的框 他的框在這裡對不對 然後我們把這裡定義成0 這裡定義成1 這裡定義成1 就是這是x軸 這是y軸 那他的 新的 這個框的中心點在哪裡 這個框的中心點在這裡對吧 所以他的x座標在哪裡 他x座標應該是 就是x等於1 對吧 大概是他1的位置 他的y座標是哪裡 他的y座標是負數喔 可能是負0.2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他的寬是多少 他的寬 w你可以說 剛好跟這個 大概倍數剛好會相等 這樣懂我意思嗎 他w大概是1倍 那他的h呢 大概是2倍 這樣可以理解吧 這邊有個框 然後他框的大小大概這樣 他有沒有插到邊 有沒有插到邊 有 這樣可以理解吧 所以他的label 對於這個框來講 他的label大概長這樣 可以理解吧 那對於這個框呢 對於他腳的框呢 腳的框長這樣對不對 對不對 腳的框在這裡 但是 圓圖 圓圖的框在這裡 對吧 可以接受嗎 中心點在這裡 一樣x是0 1 1 那他的p是多少 p一樣可以1對不對 因為這裡有插到邊 可以接受吧 啊 x是多少 x大約是0的地方 可以接受吧 那 y呢 1 他都是2的地方 y是2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 這個h呢 h是 大概2倍高度 2 w呢 大概1倍 1倍寬度 這樣可以接受吧 接著我們在說什麼嗎 好 所以 region-based region-proposal network 他是不是可以訓練的 他可以訓練啊 對不對 啊他不准沒有關係 對吧 他不准沒有關係嘛 反正 他 提出一個大概的位置 覺得他隨便拉了一個這樣的框 其實他隨便弄出來的是一個這樣的框 那我沒關係 反正我就 在做ROI-Booling ROI-Booling 然後丟給後面的網路 再讓他做比較好的預測嘛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他本來只有一小格 但是 我在做ROI-Booling的時候 他一定會擴大 對不對 他預測的再怎麼不准 總是會放大 這樣都會有意思嗎 那他在做 後續的運算 這樣可以有什麼 我的意思喔 region-proposal network 也是trainable 這樣可以喔 那region-proposal network 我們現在再想一下 他現在把一張圖 原始圖是256x256 然後他預測的比較隨便 所以他可以切割成 我們本來非常 我們本來摒棄切割成16x16 是因為我們希望他預測的準 對吧 那現在你中間這個網路可以預測的不準 所以他把它弄成16x16 應該是沒有問題的 既然他可以把它弄成16x16 他是不是可以把這個網路裡 試做一個卷機成績網路裡 他的input就是256x256x3 RGB圈套對吧 他的output呢 他的output是16x16x5 5 注意喔 注意這個5喔 為什麼有5 這個5是誰拿5 第一個 第一張特徵圖 去描述 機率 第二張 x座標 y座標 h w 這樣可以接受吧 所以region-proposal network 他其實是trainable 然後他的input是 原圖 output是一個特殊的label結構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這樣他就可以訓練了對吧 那他可以訓練的話 後面的AI庫跟AI3可不可以訓練 當然是可以訓練的 因為任何一張圖 我都可以經過region-proposal network 產生一個新的 搜索框對吧 那是不是就有點像我們第一代的RCNN了 第一代的RCNN 就是原圖 會因為色塊 然後把它拉成200個主角 那這200張紙圖 我是不是可以resize成固定大小 丟給CNN 然後去做預測 可以接受嗎 那現在 BEST-RCNN呢 他只是把第一代是用色塊的想法 把這個用色塊決定候選框 改成使用region-proposal network 這樣聽得懂我的意思嗎 那這個region-proposal network 是trainable的喔 那region-proposal network 提出了 數個候選框之後 每一張圖都先經過region-proposal network 然後可能會產生 假如說20個候選框 他再把這20個候選框 使用 ROI pooling 類似ROI pooling的東西 他把它改成叫做ROI align ROI align 我來看一下我有沒有好好寫 好沒有我沒有寫ROI align 沒有關係 就是我們本來 region-proposal network 他是ROI pooling 他因為 他必須設計在 Network裡面 所以他沒有辦法很好的 去做 resize那些東西的操作 可是現在他可以被分成兩個階段對不對 因為我變成用region-proposal network 去提出候選框 這有點像我們RCLN的第一階段對吧 然後我直接用region-proposal network的這個候選框產生的高階特徵圖 然後繼續trending AI pool跟AI pool AI pool跟AI pool 在進行反向傳播法的時候 同樣可以去修正 region-proposal network的 前面的抽特徵的部分喔 這樣懂我意思嗎 我們現在把它講成這個樣子喔 我們的訓練啊 改成這個樣子 這邊有一張圓圖 這個你就知道 你如果聽懂這個過程你就知道說 為什麼你需要寫底層執行器啦 來 你首先先需要 他變成一張高階特徵圖 然後 丟給 rpn 然後 有個loss對吧 然後回傳 然後去更新每一層的權重對吧 可以接受吧 那到了高階特徵圖之後勒 根據rpn的結果 產生某些候選框 那我是不是 可以有好幾個候選框 那我是不是又可以 我是不是又可以丟給那個 預測框邊界的那個 又有loss對吧 誒 再 回頭更新權重 這樣可以用 所以對於這個部分的權重來講 兩邊都會給他做修正喔 所以這個高階特徵圖 同時可以用Rpn用 也同時可以給 預測框用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然後他剛剛我不是講說 他這樣子的話 因為 你有rpn這個東西 是不是就有點像以前的那個 預先 被rcnn那個預先決定候選框 可以resize 所以他在這裡 他在這裡在訓練的時候 他就可以做resize的操作囉 因為你可以設計很多個步驟 再回去嘛 這樣可以理解吧 所以他把這東西叫r y align r y align r y align 意思是如果今天 這邊有1 2 3 4 然後我的候選框長成這個樣子 看著喔 他長成這個樣子 這塊面積 可能是5%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塊面積15% 這塊面積20% 這塊面積60% 那他就根據加權平均 會變成他的pooling的結果 這樣懂我意思嗎 根據大小做加權平均 這個東西叫r y align 你把這個東西變2 stage的話 r y align就變可行的了 為什麼 因為你可以隨時根據候選框 因為這個是分離的嘛 對不對 我先做這樣的training 反向傳播回來之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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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 我是不是對於這裡可以更新權重 對於這裡也有更新 也T度我都確定了 對不對 可以接受嗎 那我把這個候選框確定之後 我進行一堆操作之後 我這邊是不是也過來 我是不是又決定 這裡的T度 這裡的T度 然後把這兩個T度加起來 一起更新就好啦 這樣聽得懂我意思吧 Best RCN怎麼做的這樣可以理解吧 他怎麼去training的可以理解 那他怎麼去 Inference呢 也非常容易 一張圖丟進來 先過 Region Proposal Network 對吧 得到候選框之後 我是不是就可以丟給 後面的AIP去進行算了 那是不是最後 我就有完美的結果 好可以理解吧 Best RCN聽起來也不是那麼難的對不對 可以理解嗎 可以嗎 好沒有我跟你講 你聽不懂 的話 回頭 這個部分你們一定要懂 我跟你講 因為下一節課 我們這一節課 為什麼我剛剛跟你們講說 理論要講一個小時啊 我講是不是講一個小時了 講超過一個小時 因為 我後面那個半段還沒講 我知道這個部分很難 所以你要回去 講假 練習 而且我會給你們家庭作業 我們下一節課就要訓練 但是我跟你跟你們講 我現在講到這裡的問題 我要教的Model 都還沒出現 我只是告訴你們思路而已 但是你們現在 如果都有跟上的話 下一個Model 你就容易解釋 因為下一個Model 是Best RCN 進一步有改變 好 這裡不重要啦 好不好 這裡就是我剛剛講的部分 就完全涵蓋在這裡 好 那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來 這一個 如果現在已經發展到這裡 那我們就要進行下一個實驗了 就是YOLO 這個YOLO 它的想法是怎樣 來 剛剛Best RCN Best RCN 表現真的不錯 那表現不錯的關鍵是什麼 就是它最創新的點 是什麼 Region Proposal Network 對吧 Region Proposal Network 它最創新的點 那Region Proposal Network 你用的創新在哪裡 那以前啊 我們是不是 要可以利益搜索光 都要用色塊 對吧 那現在 現在我是不是 可以用卷積神經王路代替 那為什麼可以代替 因為我現在預測不準也沒關係 對吧 可以理解 預測不準也沒關係 反正我預測不準 後面還有一個神經王路幫我修 對不對 對不對 可以理解我的意思嗎 可是你有沒有注意到 我這個預測其實就有一個框啊 根據我剛剛 Region Proposal Network的預測 它是不是就已經有一個框了 可以接受嗎 每一個格子我都可以預測出一個框啊 可以理解吧 它是有框的喔 那如果我只想追求速度 我不想追求那麼準確度 我隨便舉個例子吧 今天有一張鼓掌成這個樣子 我想要知道前面有幾個人 我真的一定要把框拉得這麼完美嗎 不需要對不對 我其實只要拉得大概就好 尤其你現在想一下 如果今天再多次動下什麼 或什麼之類的 我們重點是速度嘛 對不對 你最好每一秒可以預測十次 你如果每一秒不能預測十次 那我怕你車都撞上去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你只要知道前面有人就好了 你框是不是拉得這麼完美 你是不是知道他的腳在哪裡 這沒那麼重要嘛 對不對 你如果你只要拉個大概 反正車子都可以設的比較保守 我們比框 多拉百分之一把 就是本來 我們說我們 我完全接觸是 你完全 因為你知道人在這裡對不對 你知道 人在這裡 你知道 鏡頭到這裡 是離一公尺 對啊 你可以理解 你聽得懂我意思嗎 那你就把這個threshold拉大就好啦 你的框 的下緣 至少要離你這台車 超過五公尺 那這樣即使那個框 只拉到人的腰 腰離我五公尺 那那個腳的位置 至少還離我三公尺啦 那我這樣不就就好 所以說其實我 如果 我的region proposal network 它其實就還不錯了對不對 你懂我意思嗎 因為我不需要預測的那麼準 在很多前面之下 我並不需要預測的那麼準 我反而我追求的是快 如果我要追求的是快 其實region proposal network 就可以給我 一個框了對不對 那region proposal network 缺點在哪裡 它 只能夠預測框 它不能告訴我 它是什麼 你懂我的意思嗎 欸 今天我知道這邊有個框 可是它是人 還是狗 還是另外一台汽車 我是不是不知道 我不知道怎麼辦 可以 我們剛剛數出五個 對不對 對不對 那可不可以繼續往後加 來 這邊是P P 人 等於 假設這是人的話 那P人就等於0 你嘛對不對 P狗 就等於0對吧 P車 就等於0 對嗎 可以接受吧 那我要怎麼訓練呢 我要訓練很簡單 到最後這裡一定會有個label 對不對 那對於這裡 對於這個part 我要做soft max 可以接受吧 對於這個part我要做soft max 對於這個part 對於這個part 我要做linear output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對於這個part呢 sigmoid output 這樣可以理解嗎 那對於這個part呢 sigmoid output 這樣可以理解嗎 那也就是這個5 我們可以把它擴展成 5加 n 5加n n是多少 n是類別數對吧 如果你今天要預測的框的種類 有100個 那你的預測output就是 16乘16加150 這樣可以接受 啊前面5個是在描述框 後面100個是在描述它是什麼 你懂嗎 好 如果你follow到這個如果之後 我們再來進一步 那請 請問一下 這邊假設有 6個框 6格子都可以對 region做出預測 這邊有6格都可以對region做出預測 對不對 你覺得 哪一個會預測的最準 好邏輯這樣 我們剛剛預測的座標 就是中心座標 如果正中心在那個格子 那個格子預測的應該會最準 這樣懂我意思嗎 為什麼咧 因為你可以想像成 如果今天 有一堆格子把我切得亂七八糟的 那我找到肚子的位置在哪裡 那個肚子是會看到我最多地方 因為上面的格子很有可能 只切到我的 可能只有一小塊 沒有辦法評估 到底切到什麼地方 可是中心絕對是切到最多地方 對不對 那尤其是 如果我是一個小物件 如果我是一個小東西 中心是不是就是 把我全部都吃掉了 可以聽說大部分都吃掉了 對不對 所以說 是不是 我啊 region based proposal region based proposal network 要改成下一代的模型 下一代模型的yolo 差別除了往下加n以外 就加類別儀式以外 還差別在 他只給中心點的那個地方 給他output的 剩下地方通通都填領 說這地方沒有東西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所以說 我們現在換個講法 如果今天 有一個 今天這樣256x256 然後我要output的是4x4的label的話 他的label的size長這樣子 對於第一格來講 p等於0 這樣可以 x x等於多少也不重要 y等於多少也不重要 w的h等 h跟w 這都不重要 這點多少都不所謂 因為他就沒有光嘛 對不對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呢 p等 0 p 這點多少也不所謂 p 狗 這點多少也不所謂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只有 這整張譜裡面 只有 人的中心點 這一格 他長的樣子是 p 人 這 我們把它放在這裡 p等於1 對嗎 x等於多少 x等於 他剛好在 大概0.9的地方 可以理解 理解了 他在這裡0.9的地方 這樣可以接受吧 這一格 因為中心點在這一格的相對坐標是0.9 那 他的y坐標相對的y坐標是多少 0.3 類似這樣 上0.3個 0.3個寬度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這 他的 h h 你是不是可能兩倍 h 是兩倍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y是幾倍 y是一倍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 他是人嗎 是人 不是狗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我是不是就把他的level寫下來了 可以接受 現在我跟你們講這個東西 你要非常清楚 如果今天給你一張譜 並且給你框了 你要非常清楚 你如果不會寫層次把它轉換也沒有關係 因為我會給你一把 可是你要知道他應該長成怎樣 他的level應該長成怎樣 這樣聽得懂我意思嗎 好 那 今天 他就是 那他就是 positive sample 剩下的 negative sample 那我在做反向傳播的時候 注意這個細節喔 我在做反向傳播的時候 對於 如果你今天要判斷 xy h w 唯有他 p等於1的時候 我才要傳這些loss 這些loss 這些loss才要更新 如果要p不等於1的時候 那這些 無論他是多少 我都不更新 無論他預測成是怎樣 我都不更新 那我 我可以做到這件事嗎 可以 所有他的loss前面 所有他的loss前面 都乘上了p 這樣就解決了對吧 可以接受嗎 那p自己 p自己就不要乘上自己了 p自己就是單純的 這樣可以接受吧 很簡單吧 好 你如果完全都了解了之後 我們再來看yolo 那yolo 你還聽到嗎 這邊有個狗 這邊有個腳踏車 沒grid來講 這邊有個車 那他是用中間這個框 因為涵蓋他的中心嘛 所以以他做預測 以他做預測的話 這裡有一個腳踏車的點 這一格有一隻狗 他就是用這些地方去預測的 這樣懂我意思嗎 然後 他的 他的這一個 就是他的這一個 size就是 前面 四個坐標描述 X Y 高度寬度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 第五個 描述機率 他只是放個順序跟我不一樣 這樣可以接受 後面幾個人描述他是什麼 好 那剩下還有一個問題 如果今天 同一個地方 同一個格子 因為格子有時候都會框到很大的地方嘛 對不對 同一個格子假設有 假設有兩個東西 那這是不是不好定義 所以他把 同一個格子的兩個東西 把 就用兩個框 他每一個格子可以預測兩個框 每一個格子可以預測兩個框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那你現在有個問題 如果今天我有一個講解 我拋在同一個格子 我拋在同一個格子 這邊有一個人 然後後面有一個是狗 我看會亂狗 好不好 這個狗 狗的中間點也在這裡 那請問一下我 第一個框要給人 還第一個框要給狗 因為他這個東西是有順序的嘛 對不對 那你label定義好以後 你可不可以規定說 只要是人 就一律是第一個框 只要是狗 就一律是第二個框 可以嗎 可以 但是問題是假設你有一百類 你要怎麼定出去 不好定對不對 所以我跟你講 他們想出了一個辦法 他們想出的辦法是 他認為 假設他把框分成了 你可以把他講成這樣 人跟狗 狗是趴著的 所以他是不是 比較長 他高度比較寬度比較長 高度比較小 對吧 那人 人通常會佔的 所以通常是高度比較高 寬度比較佔 對吧 所以他根據框的殘框比 他指定 第一個框 預測 比較 那第二個框 第二個框 第二組框 這邊 5加N 乘B 這個B就是幾個框 這樣懂我意思吧 第一個 一個B等於1的時候 就預測趴著的 B等於2的時候 就預測站著 類似這個樣子 這樣懂我意思嗎 那好 這邊還有一些小細節要調整 來 這個 就是0到1之間 所以 沒有問題 這個 X跟Y 它都是0到1之間 對吧 因為它是只有中心點 才可以 對不對 但是因為它是 Based on Region-Proposal Network 所以 它是不是可以從副線大 到正五線大 所以它其實中心點 假設不在這裡 它可以拉出去 所以在這裡用MSE也可以 就是用那個 min 那個 min square 那個 arrow也可以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在這裡咧 它是倍數對不對 它是倍數 倍數所以介於是0到 0到無限大之間 對吧 0倍到無限大之間 它可不可以用 這個 MSE 不可以對不對 MSE 要物限拉到正五線大的 才可以對吧 0到1 0到無限大的數字 怎麼轉成 負線大或正五線大 取LOG 可以接受嗎 取LOG也非常好 因為取LOG之後 1 1就是剛好 就是 剛好就是 框等於那個 原始size 對不對 剛好取LOG之後 剛好就是2 所以 負數的地方就代表 比原來小 正數就代表比原來大 所以取LOG 取LOG在做 MSE 這樣知道吧 那 下面呢 下面就是softmax都很簡單 好 所以你大致上了解 它Label的構造 這樣可以接受 好 那我們來 這個 YOLO YOLO V1 我們不想看 我們直接看SSD 這個SSD 因為YOLO 我跟你們講 YOLO這個東西 RCR 有V1 V2 V3 V4 V5 好不好 但是原則上我們叫V3就差不多了 V4 尤其是V5 V5還不是作者做出來的 自己去蹭人家 這個 對不對 你要想像說 現在RTNN很有 那就出了一個 這個 就是 Best RCN 又出了Best RCNN 然後我就覺得 欸 RCR這名字好 然後我出了個確定 RCR跟大量 對不對 我們奇妙嘛 對不對 所以YOLO V5 我們就要管它 好 那我們現在來想 那你現在是不是覺得 這整套預測 是不是很有 很有邏輯啊 這樣可以理解嗎 那SSD啊 SSD跟YOLO 它那個 邏輯上是差不了多少 它差別只有在 本YOLO是 每一個框 去預測 兩個 兩個 或者三個 看這B是多少 對不對 然後去 提出框 那SSD呢 它比較 承接 Best RCNN 注意是第二代的喔 Best RCNN的那個想法 它定義了很多 預選框 然後每一個預選框 去做這樣的預測 去做YOLO這個預測 好 所以SSD啊 它的運算速度 鐵定是比 YOLO來的慢 這樣動了一點 不過我跟你們講 我告訴你們 YOLO不是Version1 Version1的YOLO 它的有點蠢 它出去的時候 它是先經過一堆全連接層 再去預測 這個YOLO1設計的不好 YOLO V1設計的不好 它到Version2 Version3的時候 設計的才比較好一點 這樣可以吧 我剛剛講的這個邏輯 是Version2的邏輯 這樣可以接受吧 反正我教你們東西 你們只要知道一件事 我剛剛有花這麼大的力氣 教你們Label怎麼去定義 那個就是最新的東西 好不好 中間那個不重要的思考過程 我都沒有教你們 這樣可以接受吧 你們只知道邏輯通順 但你們不知道怎麼定義 然後還有做哪些細節的調整 就來說 你現在發現 H跟W 它是倍數所以要取Log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好 好 那我跟你們講 就是 那YOLO V2做完之後 那它 發現了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先由何凱文解釋 那問題是說 你有時候同一張圖 你要預測大物件 要預測小物件對吧 那你有可能同樣 假設都拆成4x4 你預測小物件是不是很困難 預測大物件 超大的物件 好像也預測不了對不對 所以它把它的網路 設計成有 4x4的output 同時設計成有 8x8的output 也設計成有 16x16的output 這個idea 是從SSD來的 SSD也是這個樣子喔 它在 主要說19x19做一個預測 10x10做一個預測 5x5做一個預測 這樣懂我意思吧 那這樣它就 一路在運算的時候 來看著喔 我這邊再畫一張 原本是 原本是 512 當它 變成 32的時候 它就做一下框的預測 這樣懂我意思嗎 然後再變成 16的時候 再做一次預測 這樣可以接受嗎 變成 8的時候再做一次預測 這個就是SSD SSD這個網路就是這個預測的 它是不是比YOLO好一點 因為它不同尺度之下 它都有做預測 這樣可以接受嗎 那這樣子有什麼問題 欸你發現 它一路變小對不對 對不對 那你們今天學到UNET 不是 小的要變大回來嗎 所以你看到呢 欸這邊有個金字塔網路啦 金字塔網路 這是何凱銘做的喔 它這樣子預測 這邊都有Label 這邊都有Label 可以做Rose回傳 對不對 它同時 再往回接 16 然後把這兩個合併 做預測 這樣可以接受嗎 抵抗Volution 合起來 再做預測 這樣可以接受嗎 這就是金字塔網路 好這樣的金字塔網路 Retina Net 這個Retina Net 我覺得這是小修正的啦 好不好 因為其實你最重要的事情 已經定義出來了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 你去定義它的Label 這樣可以接受嗎 你現在看得懂它的Label了吧 對不對 你Input就是一張5 Output就是一個Label 那這個Label 那這個Label 是Best on Dreamy Dream Proposal Network來的 這樣可以理解吧 如果你們 如果你們 完全都有跟上 我剛剛講的發展過程的話 你會覺得 這每一步行都滿滿想的 如果 我剛剛有考你們 每一步行都不好想的 可是最後你現在就長成這個樣子 那現在 YOLO 你說YOLO 比起YOLO是不是Best on Best on Dreamy Dream Proposal Network 它是1stage模型對不對 那2stage模型 Best rcn Best rcn Best rcn 它為什麼要2stage 就是因為比較準 對不對 可是會比較 比較慢 所以如果你需要 比較準 還是慢一點的話 你可以考慮Best rcn 如果你對準度要求沒那麼高 尤其是邊界框 你通常那個有沒有這些事情 不容易錯 如果你對邊界框的要求很高 並且不怎麼在乎速度 就是你對邊界框的要求很低啊 然後並且很care速度 你就要用YOLO 你不怎麼在乎速度 然後對邊界框的要求很高 比如說我隨便決定 比如說你現在要做放射治療 抬震的放射治療 那那個框是要非常的低準 不然你在打羽肉啊 對不對 那 然後那個可以很久 所以你可以做 可以打羽肉 那你今天要做自駕哥 你就不要搞笑了 你就做YOLO 這樣懂我意思吧 你就抵多隨後的色大一點而已 好 所以這樣子 我們 我們已經講了差不多了 這樣可以吧 好 那我們今天要來 我們要來介紹家庭作業 我今天 我剛剛全部都在講理論對不對 我講理論 你家庭作業 就是 我這邊有個語法 請你去下載 來 這個 這裡下載喔 這裡喔 不是Coco Detection Challenge喔 這個語法是我訓練出來的 訓練出來的一個 結果 好我給你看一下 靠我居然 搞到要登錄喔 我剛剛講了 超過一個小時 都沒有碰我的電腦 好 好我給大家看一下喔 我這個 你下載完了之後 你會看到一個這樣的一個資料夾 我看一下 第11課 然後他是一個叫 呃 YOLO Model這個資料夾 這個YOLO Model裡面 有一個語法 叫Predition 對吧可以接受吧 這個Predition 你可以去 你這個顯然就是 Load Model 這邊就是有一些Model啊 有一些 那個 有一個物件 叫Arcobox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 最重要的是 你可以 好這邊有一些函數 這個函數 你就是要 你就是要親手操作一次喔 好不好 好重點是 來這邊 Test Image Pass 這個Test Image Pass 就是你隨便去找一張圖 隨便找一張圖 然後 從頭運行到尾 我現在給你看一下 我的Test Image Pass 他是一個腳踏車的圖對吧 好 我現在從頭運行到尾喔 好我運行完了之後 這邊是不是有個Predict Box Info 你如果直接按RUN 你會看到啊 他有一些 他有一些預測 這邊有個BUS 他多少要多少 什麼什麼 多少好你如果Show Image 我先把他清空 哎他是預測出來的喔 好請你 請你隨便搞一張圖 那 這個Prediction Box Info 他是透過 Decode Decode Function 去產生出來對吧 你需要看一下他原來的 Predict List 還有三個東西 第一個東西他的dimension 五二乘五二乘三三乘一 一顯然是那個圖嘛對不對 五二乘五二 顯然是 我在這裡 這裡到這裡 等於現在是五二嘛對不對 然後三三呢 十一乘三 這裡的十一乘三 為什麼十一 因為他有六個類別 這樣懂我意思嗎 六個類別 然後三個BOX 這樣可以接受嗎 好 那接下來他的第二個input咧 二六乘二六乘三三乘一 喔 因為到下一階了 這樣可以接受吧 然後 一樣 十一乘三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接下來 第三個 好 十三乘十三 乘三三 三三就是一樣了對吧 所以對於 每個兒子來講 他有預測三個框對吧 然後這三個框 我們現在把他叫一個出來好不好 主要說我們現在把 呃 predict list 裡面的第三個 他的 主要說呃 他的 呃 1到13 1到13就是一個完整的這個 完整的這個就是 向量嘛 對不對 來 然後我們這裡有這個 主要說我們隨便找的第七 五 好 第一個格子 就是在描述他 是不是 是不是個框 他是十的負五四方 所以代表一定不是 這樣可以接受吧 那第二個呢 他的 X座標 跟Y座標 注意喔 是這個小格子的相對座標喔 小格子的座標 小格子的絕對座標 所以是大 大圖的相對座標 所以你如果要還原回去的話 你要知道 這是哪一個小格子 然後你要加上他在大圖的位置 他有辦法還原回去 這樣知道嗎 可以理解嗎 那個Decore function裡面就有 它是怎麼做的 這樣可以理解好了 好接著 XY 然後HW HW 就是高度寬度嘛對不對 後面的 第六個 到第 十三個 它就是一個Softmax 如果你去注意的話 從第六到第十三 它全部加起來 全部加起來居然是三 喔 因為 因為我 蛤 到十一嗎 喔到十一嗎 喔好 欸 它加起來還是三啊 沒關係我跟你們講 因為 我用的不是Softmax 我在這裡用的是 Cross & 同級去練 因為它 0跟1還是可以用Cross & 同級去練 對不對 我只是選大的 這個沒有那麼重要 但是你現在就知道它的結構了嘛 對不對 所以 它要怎麼去判斷它是什麼框呢 就是在看這六個數字裡面選最大的 它最大的是多少 就代表它是什麼 這樣懂我意思嗎 所以你的功課是什麼咧 回去玩玩這個語法 換換圖嘛 首先先換換圖 感受一下這個語法 它應該是不會出錯的 好不好 接下來第二個 請你去試著把每一行 去解釋清楚 它到底在幹嘛 這樣懂我意思嗎 聽得懂嗎 那你需要 你需要了解的就是 家庭作為提示 實際上 它的那個框 它的幾倍幾倍 是根據這裡有個東西叫UncleBox 它的第一個框 它的寬度跟高度各是多少 它是它的幾倍 這個指的是圓圖的大小喔 所以有一些框是大框 有一些框是小框 它預測的框是 根據不同UncleBox的相對大小喔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裡有一些描述 好然後要去掉多餘的框 因為它 同一張股它 初始出來會有非常多框 對不對 去掉多餘的框 我剛剛不是說 重疊太大 就去掉 對吧可以接受嗎 用的是 這個IOU IOU太大 就把它去掉 所以你會看到這裡會有一個 參數Decore Cut Overlap IOU大於0.5就去掉 這樣懂我意思嗎 好 然後Cut Probability 就是第一個幾率大於多少才留著 這樣可以接受吧 好 所以你覺得我全部都可以接受的話 家庭作業就是這個 這個我跟你講這個非常重要喔 我希望 我誠摯的希望 好不好 親民年假 你們一定要 這個作業一定要做 你們這個作業不做 下一節課不會 你們會覺得 唉唷 就跑得出來 跑得出來 然後你們回頭說 你自己不會 這樣懂我意思嗎 這個家庭就一定要做 你們不做的話 你們是不可能學會 I'm just Detention Model I'm just Detention Model 我剛剛這樣一路講下來 你們也知道了 很難對吧 可以理解吧 他跟前面那個 你剛剛那個 你說壓縮解壓縮模型 陳冠如說很簡單 這個我們承認啊 對不對 Sigmentation模型 陳冠如還是說很簡單 這我們還是承認啊 對不對 但是Object Detention 你應該不能講簡單了吧 可以吧 也不是說完全學不會 那就是 你發現有很多小東西 都是 都是要死倍的 對吧 雖然說 他是有一定的邏輯線 這樣過來的 他為什麼會長成那樣 是有一定的邏輯線 但實際上 第一個 是一個零跟一 第二個是什麼 負線大正無線大 這個我不講 我不跟你講 你直接看語法 你不可能學會的啦 這樣你懂我的意思吧 所以拜託我已經講了 從頭做到尾一次 不會的地方 就代表你在那個地方沒有聽懂 好不好 再了解多一點 這樣子你們下一節課 我帶你們training的時候 我現在這個語法只有predict 對不對 下一節課我會帶你們training 我帶你們training的時候 你們就會 你們就才會聽得懂 這樣懂我的意思吧 好我們今天上課就上到這裡啦 好 有沒有人的問題